大家好,我是小雨,欢迎来到缤分娱乐秀,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缤分娱乐现在开秀。 湖南卫视应该是很多年轻人最热爱的电视频道了,作为湖南卫视的综艺长青树,快乐大本营和天津向上也陪伴了很多人的成长。 快乐大本营和天津向上是湖南卫视的支柱性节目,两大主持团队快乐家族和天津兄弟之间相处起来十分和谐,尤其是两个家族的大哥何炯和汪涵各是多年的好朋友。 在天津向上扮完追逐梦想的哥哥之后,快乐大本营最近也搞起了选拔新主持人的特别企划,站稳了朋友。 而在最新一期的快乐大本营当中,节目组邀请到的嘉宾是和宋传媒和月华娱乐,天津兄弟之一的王一博这回也作为月华娱乐的员工来快乐大本营做客了。 隔壁兄弟节目的主持人来串门,大家都是相当熟悉的好朋友,节目录制期间发生的趣事也不吵。 在新一期的快乐大本营节目最开始的环节里,王一博的自我介绍就是很有亮点的。 虽然王一博这回是作为月华娱乐的员工来快乐大本营的,但是他也时刻不忘自己天津兄弟的身份。 在自我介绍的时候直接来了一句,我是天津兄弟的王一博,我又来串门了。 这话里面透着亲咪又有一点点代表着天津向上挑戏快乐家族的感觉,也是非常可乐了。 其实王一博在成为天津兄弟之后有很多其他录制快乐大本营的经历,而且他每次的自我介绍都是我是天津兄弟的王一博。 作为天津向上的主持人,去快乐大本营串门还不忘cue天津兄弟,这样的自我介绍也是相当称职的了。 就是不知道汪涵这位老大哥要是知道自己的小老弟在隔壁点播听该出这事,到底是该得意还是该无奈呢? 不过王一博在快乐大本营念叨天津兄弟的次数多了也不一定是什么好事。 这一波在后面的物品联想和游戏环节呢,王一博就有些过于积极了,还失手弄坏了游戏道具,于是呢就让何炯等人逮到了机会,直接就要找家长,让天津向上的节目组赔钱了。 当时呢王一博看见雨伞后,就迫不及待地抽上钱去争抢,伞尸抢到了,但是却被他成功弄坏了。 拿到雨伞之后,王一博打开雨伞原地回旋一个劲的猛甩,这么做本来是想要雨伞反撑过来达到他需要的形状,然而这只是一个倒具雨伞和经不止那样的折腾。 因为呢王一博用力过猛,最后股价直接断裂,王一博一脸懵圈的看着手中已经坏掉的雨伞,别提有多尴尬了。 这边呢王一博脸上写满了问号,而一旁的何炯和娜姐已经笑到表情管理失控,何炯爆笑之余还故意提高嗓门对着镜头喊话,天津兄弟的汪涵让他过来负责结一下账,而回家呢也十分兴奋了,直接起哄五刀,建议内部和。 拿着坏掉的雨伞的一博呆呆站在一旁,就像是一个犯了错的孩子等待着被找家长,就是不知道天津向上的大哥们会不会找上门去给自家老妖出头呢? 这次王一博在快乐大本营里似乎是变得更加开朗了,无论是说话还是行为都变得活跃了许多,也许呢是因为快乐家族和天津兄弟都是自家人,所以他才能够更放松吧。 另外王一博有匪路透曝光,古装造型,男演帅气,却因身材太瘦遭质疑。 作为一名演员,好的身体形态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男演员除了需要有特色的脸蛋之外,还需要有好的身材,所以大多数的男演员们都会经常进行健身,保持良好的体态, 尤其是影视剧中经常会有露身材的戏份,那时候就可以展示自己平时健身的成果了,否则临时练出来还是比较难的。 王一博现在最让人期待的作品就是《尤斐》,这部剧已经正式杀青,估计离播出也不会太远。 从关键到现在,陆陆续续晒出了许多视频和照片,另外因为关注度特别高,路透也出来了不少,每一次晒出路透大家的心就会激动一次。 尤其是粉丝恨不得就立马看到这部古装大戏,不怪大家的期待是如此之高。 赵丽颖和王一博的合作,两个人都是目前人气正高又有实力的当红演员,光是看这个阵容估计就有很多人被勾起了好奇心。 再加上原著小说写得很好,剧情感情线双双赞写必定不差。 在之前晒出了许多相关的照片和视频,大家每次看到的时候觉得还是比较保守的,至少衣着完整,没有什么太多的感情线和男女主暧昧的举动。 然而就在不久前,王一博露着上半身的裸戏被传了出来。 其实在目前的影视作品中,男演员裸着上半身很常见,而且观众也能够接受。 但是王一博的裸戏还真不多,一是因为他个人形象的原因,而就是锁演的题材了。 这次主演的是一部有感情戏的剧,会有裸戏粉丝并不意外,相反,看着裸着上半身的他还十分的激动。 照片中,王一博裸着上半身坐在浴桶里,下半身就被完全的遮盖住了,大家根本就看不到。 这张照片是从监视器的角度去看,所以并不是特别的清晰,但是能够认出的确是王一博,但是瘦弱的身材却被潮了。 王一博有多瘦呢,大家都知道,而且古装剧瘦一些才会好看嘛。 赵丽颖还爆料说他在拍戏的时候依旧在减肥,另外就是要诠释角色,这种病态的感觉和身材完全符合了原著。 因为在原著中啊,男主角是中毒的状态,就是一个略带病胶的形象,如果换成了一个非常转实,一米八截的大男生去演的话,反而会给人一种违和感。 但是对于这一幕呢,粉丝也是特别担心,是怕王一博走了陈行令的后路,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当初啊,在出演陈行令的时候,王一博有一幕戏是在冷泉录了点,可是呢,这一幕还是被删掉了,直到后来的海外特别板才被放了出来。 因此这一次大家也担心这一幕是否能够如愿播出,当然现在考虑这些问题为时过早,究竟剧中有没有这一幕,粉丝是否能够一包眼福,还是要等作品播出之后才知道。 不过不管录不录吧,都不影响整部剧的剧情,毕竟一个优秀的演员靠的是演技。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请给出您宝贵的赞,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这样就可以在定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